然后我们整个计划的话 整个的总经费是10.83亿 包含了我们工程费8.23亿 用地费的话是2.6亿 然后整个的总长度 刚刚那个红线总长度的话 是5.75公里 当时市到H2山 第一山昂客了到白河会收油车 转到5.75公里这段 市府甘华局现主席才来进行特款的工程 要把原本10到12公车的跨度 特款为20公车 我们的市场够会适合在甘博局任务 来培充那些特别前来实际 如果这个路没有拓宽的话 我想一定会影响到后美兰化生机园区的整体的发展 所以我想各位民意代表已经反映很多年了 那今年就赶快把这个该拓宽的工作 配合这个中央的经费跟地方的自筹款 赶快来把它这个做完成 今天谢谢公务局 那我们也希望说尽快的如期如值的把172市道 这个托返工程完成 让大新区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动力跟助力 把目的表现说 市道172市主要是连接到国道一号 新娘市区第一山 八河市区含着国道三号 加上去观点 含着国座南电是很重要的交通路山 这条道路 特款为20公车之后是相向四车道 总经费10.83亿 目前的进度已经完成16% 补充181年以外的逛工 兴臣 本代表拓宇宙 小泽室 广荤 广荣 广荣